最近很多人都問我 好不可以換電動車呢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政府剛剛宣佈 電動車的優惠延長3年至2024年 很多用開汽油車的人士就說 都應該轉部電動車吧 一換一是很划算的 但是很多用開汽油車的人 都有很多疑問 就是如果轉換電動車 的範圍是否夠的 充電會不會很麻煩 如果我每天都用車 是不是電動車可以應付到的 為了找出這個答案 我今天就借了一部電動車來試 這部就是Boltzwegan的E-Golf 為什麼我要借這部車來試呢 很多人都說 買電動車當然是買那個牌子 還需要選擇其他嗎 其實又不是 因為很多人對於高科技都很怕 電動車都是一樣 其實你是想追求一個 好像手機這麼高科技的東西 還是一部代步的汽車呢 展示範則並一直通過 出來的 E-Golf我駕駛了三天兩夜 不如先講講總結 第一就是駕駛感 它的力量比以前的1.4GT更加好 雖然它未去到GTI或Golf R的力量感 但其實整輛車是很足夠力的 因為它的Torque差不多達到30kgm 我覺得駕駛感是很輕快的 另外這輛車的設置是一輛很舒適的日用車 它跟其他有些電動車不同 就是它的Torque的反應是很舒適的 不會令你有一個很驚慌 一踩油的車會飆的感覺 它的力量的輸出也不會十分猛烈 我覺得福士在這方面的調校 是適合一般人駕駛的 這輛車做到很漸進性 而又有力的感覺 另外另一個好處就是電動車夠靜 只是聽到一些Tai聲 這三天來我當作一輛日常用車 是十分暢快的 家人都覺得舒服 其實這輛E-Golf整個內外布局設計 跟普通Golf沒有大分別 現在香港的E-Golf只有Luxury一個版本 例如12.3吋的錶板 8吋的觸控屏幕 左右行溫冷氣 Navigation 導航系統已經是標準 你看見它的座椅其實也是用了Vienna的皮 另外還比較厚一點的padding 只有一件事沒有了就是天窗 第二樣我想說一下就是這輛車的Range 買電動車很多人都覺得 Range越長越好 電越大越好 其實未必的 因為如果夠電大 你差的時間會長一點 相對停留的時間亦都會長 所以夠電太大其實是沒什麼好處的 E-Golf來說NDEC的續航力是300km 其實在我使用裏面 如果充滿電 它顯示都能走超過200公里 我平均一日的用電量都是三分之一 初時使用是有點擔心的 即是你看著Range的續航力的錶 數字一直會減 心理會有些影響 會怕怕的 夠不夠呢 其實續航力這輛車是夠用的 不過就要在生活上調教一下自己的行程 例如吃飯去找些地方可以充電 或者去購物逛逛逛逛 或者看一場戲 好 充了差不多2個小時電 這裡顯示了15kWh 收費34.5 剛才這輛車還剩下差不多一半電 現在充滿了就達到220km的範圍 其實都頗快 因為兩個小時左右已經充滿了一半電 據廠方就說這輛車如果中速充電 7.2kWh 5.5小時就可以由0充到100km 其實數字都很準確 好 最後要談談這輛車 其實我喜不喜歡會不會買呢 如果一換一這輛車29萬多 我覺得都合理的 最大的優點我覺得就是 它不需要特別去適應 你駕開汽油車跳上這輛車 就立刻開到的了 唯一是你使用電動車 都要一個自己的生活上有少少調節 雖然我未掌握全香港九新界的電動車位分佈 怎樣充電有什麼好處 哪裡不用錢 其實我都未充分掌握 以我三天兩夜的經驗 其實充電不困難 也非常便宜 昨天在右一城充電 充一半電都只是收費30多元 可以計算如果你由零充到100 可能是70元左右 很多停車場都不用收錢 讓電動車另一個好處 我立刻就計算到 就是那個洗費真的便宜 油錢那裡其實我可以省兩三千元一個月 排費這輛車 據我所知都是七百多元一年 排費也省了幾千元 保養是一千九百多元一次 其實相對於汽油車是便宜 差不多一半左右 不需要換油 只是那些損耗性的車胎和駕駛 說到保用方面 其實這輛車是五年保養的 電池是八年或者十六萬公里 另外代理在現在優惠期間 推出了所謂的五加五的package 即是五年保養之外 還多送五次的基本檢查服務 那裡應該都一萬元了 我猜如果我用這輛車一年 可以省三四萬左右 對於很多家庭來說 如果可以省到那麼多錢 我覺得都是一個吸引力 其實大家都知道 福士這一代七代的Golf 快要轉款了 據我所知 第八代的Golf 是不會有E-Golf這件事的 因為他們的電動車 已經轉為ID系列了 其實我也挺期待那輛ID3 但是ID3應該沒那麼快來到香港買 這一刻 如果你要由汽油車轉用到電動車的話 我想這輛車是比較容易接受的 我脅迫充使用電動車 也已經出現了 我們可以進入一個月的電動車 並沒有一段時間 接著計畫面 進入電動車 走進